想吃韩国海苔动动手指让电商平台帮你跨海直送 有韩国亚马逊之称的库棚靠迅速到货低价策略 近年在全球电商市场火速崛起 身为新创公司本来就超级烧钱 但近期公布的财报显示 去年终于止住了连13年的亏损 大赚快要是4亿美元 更预告要加码对台湾市场的布局 6000亿元帝 영업利益都 올렸지만 시작에 불과다는 게 쿠팡의 입장입니다 韩国과 대만에서의 성장 잠재력이 높기 때문입니다 其实 쿠팡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插起台湾 甚至在台湾砸重本盖物流中心 去年11月2号在桃源启用 在台湾的第二座物流中心 当时创办人金芬席更亲自飞来政台 场面之大就连经济部长王美花 和桃源市长张善正都来接待 抓准时机 库蓬扩大对台湾市场的布局 在今年1月 更对台湾分公司增资将近5成 把资本额拉到24.9亿元 一举超过本土电商龙头 富邦媒某某的21.8亿元 这个成绩我们算是满意 面对库蓬强势压境 身为本土电商一哥的富邦 也迅速反制 跟进库蓬策略 在价格和产品上下功夫 去年全年合并营收更高达1092.4亿元 续创历史新高 这场电商土洋大战 看来免不了 但不管谁局上风 受惠的肯定都是消费者 今新闻微雅天后韦涛 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今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一手掌握新闻